22.5亿出售深坑酒店 昔日巨头世贸集团最新回应 据悉 该豪华型酒店历时一二年打造 总投资超过20亿元 曾被评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 近三年的累计营业收入超6亿元 据第一财经报道 近期有多个中介在朋友圈中 转发上海蛇山世贸深坑酒店的消息 并标明现报价22.5亿对外出售 该报价信息于此前流出的世贸集团 代售资产清单信息一致 该酒店挂牌其评估值为22.5亿元 抵押融资余额为20.73亿元 2月13日晚间 据观点新媒体报道 世贸集团回应称 会进一步平衡资产持有量 部分持有资产有储置计划 但网传集团委托中介销售上海世贸深坑酒店 以及挂牌售价22.5亿的信息不实 公开资料显示 深坑酒店的全称为上海蛇山世贸洲际酒店 上海市西南郊蛇山景区的天马山深坑内 是世贸集团在废弃了彩石矿坑壁 打造的自然生态酒店 该酒店海拔负88米 是全球人工海拔最低的五星级酒店 该酒店在建造中 曾获得41项建筑技术专利 并获第18届中国土物工程詹天佑奖 此外还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世界伟大工程巡礼 评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酒店 在历时12年打造 总投资超过20亿元后 2018年11月 该豪华型酒店终于正式开业 据悉 该酒店地上二层 地平面下16层 共有336间房间 所有的客房都有观景物台 可欣赏峭壁瀑布 并设有攀岩 景观餐厅 水下餐厅等 酒店开业后也颇为火爆 官网开放预定首日 各种房型就被一抢而控 酒店迅速成为上海新地标 财务数据显示 2018年深坑酒店收入约为3200万元 2019年实现收入约2.79亿元 2020年实现收入约2.65亿元 2021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34亿元 近三年累计收入超6亿元 而对于深坑酒店的出售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 已有国资背景接手方 但不久后又有消息称 却有国资企业就与世贸方面接触 但转让是向暂无时致性进展 历时十几年打造的建筑奇迹 运营不到四年便要着急出售 原因则是欠债太多了 根据去年上半年年报数据 截至上半年世贸集团的总负债 达4636.33亿 其中1200.71亿元为长期借款 短期借款为444.43亿 而其账上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仅有747.69亿 开年以来 世贸集团加快了资产处理速度 一页底 一份世贸集团资产包代售的资料 在业界流传 分布于北京 上海 杭州 南京 福州 武汉等17个区域 项目总报价约741亿元 而剔除抵押融资和项目贷款余额531亿元 世贸集团可回款约210亿元 其中位于深圳的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对外报价最高为151.43亿元 据悉 该项目位于深圳农港大运新城CBD区域 总货值629.04亿元 已售84.25亿元 剩余获值544.79亿元 其次为上海世贸皇家爱美酒店 上海世贸广场资产包 合计估值约为135.5亿元 而去年曾因上海房书抛售93套房消息 冲上热搜的上海浦城小区项目也包含在内 该项目进口入4.08亿元 目前融资余额为3.95亿元加2亿元 对此 世贸集团未直接回应出售清单问题 但曾表示集团已正式开启一二线城市 优质经营性资产的处置动作 截至目前 根据世贸集团公告 出售单上列出的广州亚运城项目 26.67%股权 上海洪口黄浦路贵开发地块 上海外滩暴月大酒店分别以18.445亿元 10.6亿元45亿元的价格出售 累计出售价合计约为74亿元 2月11日 世贸集团发布公告称 计划出售的维港会西南九龙发展项目物业 最新估值为177.41亿港元 世贸集团将把出售所得款项净额的约90% 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去年12月 世贸集团为缓解流动性危机 曾公告表示 将以20.86亿港元的价格 折价出售香港为港会项目 22.5%的股权和对应的销售贷款 经营数据上 从集团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 世贸集团的销售额 从便已出现大幅下滑 其中去年10月销售203.4亿元 同比下跌32% 11月合约销售160.5亿元 同比降幅扩至49% 12月合约销售112.2元 同比降幅扩大至70% 在去年召开的投资人电话会议上 公司曾将2021年的销售目标 由3300亿元下调至2900亿元 但最终世贸集团2021全年实现销售额2691.1亿元 同比下降10.93% 未能完成目标 此外 世贸集团曾预测2022年的销售额 会在3000亿元左右 如果未来政策有所放松 可能会超过3000亿元 不过从已公布的1月 未经审核运营数据来看 2022年的销售状况 或许并不乐观 1月 公司实现销售额75.1亿元 同比下降了62.49% 实现销售面积46.45万平方米 销售均价为16175元每平方米 终止数据显示 2022年1月 多数房企销售额出现大幅下降 其中销售额百亿以上房企只有15家 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负24.0% 50至100亿销售额有22家企业 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负31.3% 股价方面 近一年世贸集团股价一路震荡下跌 截至2月11日 每股报6.7港元 相较于高位时的26.9港元每股 低超75% 昔日的千亿地产巨头 如今市值仅剩254亿港元 2.9港元 2.9港元 1.5港元